佛告阿难 其中辈者 十方世界 逐天人名 其有志心 愿生彼国 虽不能行作沙门 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 无量受佛 多少修善 奉持栽戒 起立塔像 饭持沙门 玄珍燃灯 善花烧香 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 其人临终 无量受佛 化现其身 光明向好 聚如真佛 与足大众 献其人前 集水化佛 往生其果 助不退转 光德智慧 赤如上辈则也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谈中辈往生的阴行火爆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尊者阿难 由宗辈往生的 宗辈往生的 它的对积 根基是十方世界逐天人民 逐天人民就是业力凡夫 那么 这些众生呢 其中有因缘信授净土法门 以自成心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等 那么 有四种因形 第一种因形就是 当发无上谱地之行 这一辈主要谈到 他不像上辈往生的 能够行作沙门 所以说 虽不能行作沙门 这虽呢 就是 他有一颗出离的心 心出甲 但是呢 由于聂力所谦 他没有因缘 舍家弃欲 这就好像我们在社会上 很多信众 他也想 什么时候我想出家 但是有这个想法的人比较多 真正能够迈出这一步的人 还是不多 虽然迈不出这一步 但是他还是要修行佛道 这就是虽不能行作沙门 由于他不能出家专修道业 他就要应付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 要养家福口了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灵 来像比丘一样大修功德 他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时间 修禅钉 持具足戒 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他就是大修功德的条件不具备 虽然这样他就应当发起无上菩提之心 发起念佛 往生成佛度 这是第一个因形 第二个因形就是落实在行动上 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前面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身性切怨之心 一向专念就是他的行 这就是信愿行善事良 第三就是多少修善奉持斋戒 多少就是随分随力 有多少这样的条件 就尽自己最大度的修行 种种的善行 来奉持斋戒 要有持戒 无论是五戒还是菩萨戒 斋就是八观斋戒 就是由持戒意识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持戒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就是起立他向 这就是在家居士要复持三宝 谈复持三宝问题 其中身团修道的塔庙 随自己的能力去建立 还有佛像 照的佛像 我们知道佛经里面谈照的佛像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佛在下三月的时候 到刀立天为摩耶夫人 为他的母亲说法 三个月没见呢 当时佛天王很思念佛陀 所以他就用牛头沾坛 这样的高贵的木材了 就雕刻佛像 高有五尺 这样的高 以后雕得非常栩栩如生 当时据说是大摩尖连 用神通把这些雕工带到道立天 一个人观察一个佛像 的其中一项来雕出来的 这就是用沾坛木来雕的佛像 据说这项佛像在后汉明帝的时候 当时秦景到肉之国得到了这项佛像 到了洛阳 当时明帝就赐令那些宫廷画师 来把这个佛像把它画下来 提供给大家去供养礼拜 所以在我们中国画佛像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时波士逆王呢 他也就用纸模黄金 也筑了一项佛像 用黄金筑的时候 也是有五尺那样高 所以讲用金铜筑像的开始呢 也是从佛陀在世的时候开始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佛像 都来到了中国 你看那个拉萨的大招式 十二岁的释迦摩尼佛的等身像 也是从我们中国过去了 当时就是文称公主带过去 那么现在都成了西藏的那种最高的宝 那么照相功德在佛经里面都有赞叹 这个照相能够生生世世 不生到恶趣 能够眼目清洁 能够生到富贵之家 能够作国王乃至于转轮胜王 等等这些都有赞叹 所以你看释迦摩尼佛说 他因地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都是有照地佛像 所以照地佛像功德很大 法法经也说 若人为佛顾建立足形象 雕刻成重相 皆已成佛道 那照佛像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功德呢 就是佛的三四二相八四随性好 能够继遇法身的功德 能够让大家在恭敬礼拜修观的过程当中 接纳到佛的慈悲的加持 现在我们东宁寺正在见四十八米的阿弥陀佛 捷引大同下 下个月就开始安装了 我们九月八号会有个安装启动法会 这从果业老和尚开始 已经历经十六年 终于可以在明年 经明两年可以把它竖起来 那么竖起来 我们可能春节之前后可以竖起来 竖起来我们还要贴金 还要建一个八十米的宝盖 来复持 所以这项工程非常巨大 我们也在全力地向前推动 目前大佛工地都是紧锣密鼓地 在做这项工作 我们希望这种佛像在末法的时期 能够令更多苦难的众生 种下净土的善根 最终都能由于这种佛像 皆以成佛道 皆以往生成就佛道 所以这是一些信众可以种大福田的地方 第四是起的塔像 第五是梵石沙门 梵石沙门就是对修道人的供养 一般的沙门都是修无为法 自己要把这个生存的问题 要交给信众 去做财布施 所以一般信众要进行 世事供养 饮食 汤药 卧具 防食 给这些沙门的修道 提供最起码的这种生存条件 那沙门本身 它也不要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也就是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的生存就可以 这样两方面都不构成负担 所以在家信众 能够为修真心半道的沙门 提供世事供养 它的福德就很大 如果你供养的正好是一个圣人 正阿罗汉国或者披之福国的 那就九十一节 那都是生到天上 这个富贵之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 我们佛教都是要谈 饭食沙门 就是信众供养 目前正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前不久台湾的国民党副主席 蒋孝岩先生 对大陆的门票 风景点门票过高 以及市院卖门票 提出了批评的事件 那关于市院卖门票的问题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的 横向的说现在所有东南亚国家 任何市院包括港台都没有的现象 唯独中国大陆 这实际上是非常不吉祥的 就容易使这个市院 形成一种商业化的地方 形成妙殿 一方面损害了佛教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广大信众 以及社会人士对佛教的信心 这本身市院就是一个弘扬佛法 去佛会面领众修行的超功力的地方 你怎么搞成又卖门票 那个乡又是高价的乡 处处都挖空心事 要弄人家的钱 算个挂什么的又要人家多少钱 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不好的印象 但是这个事情却还阻止不了 这是要我们教内好好反省 是不是从我们市院开始 坚决杜绝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当时改革开放恢复市院 它有一个观念可能就是不是很正确的 这可能跟政府也有一定关联 就觉得有一个滞养的观念 宗教寺院 教堂 你滞养 那怎么滞养呢 你就自己卖门票 搞理由来滞养 但实际上是一个供养的概念 你修道的人能够有吃福田吗 应供嘛 虽然我们也还不是阿罗汉的水平 那么心安理得的得应供 但是作为修道人 你只要真心办到 就能赶得这些信众 来给你提供世事供养 寺院的道风 这个缝法 你就专门办这个事情 你不要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买卖人 我们这个东宁市原来已卖门票 然后我们在06年就取消了 取消的过程也不容易 因为卖罐本来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 搞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然后你想取消还不容易 有人就说你取消门票 那我们吃什么呀 最后我们班所执事还不错 最后投票表决 大家大部分都同意取消 你看取消之后 在财务上却有一个 很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 我们一年再统计一下 我取消门票的收入 比卖门票的收入还多 那才真正印了一句话叫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我确实希望我们中国的寺院都不满票 这是给众生信心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 很多人都觉得 因为到处都是要钱 全社会的商业经济 如果他到寺院也是发现 寺院也是这个要钱 那个要钱 他就绝望了 他没有希望了 连寺院都这个样子 他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通过杜绝门票 杜绝商业 给众生一点希望 有点盼头 这个意义 这种宗教价值 远远超过你的金钱的 这种一点小小的利益 所以我们更多是从这方面考量 信仰 是不容玷污的 无论是我们寺院还是宗教人士 不能用一个很崇高的东西 来作为牟利的手段 这是很可耻的行为 所以宗教就要放在一个超功力的本位上去 本身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 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却在我们这里很难去做 到处都卖门票 这是一个 这也可能就是末法的一个情形 但我们要扭转它 扭转这个情况 第六是玄真燃灯 就是庄严道场 玄真就是在佛堂里面 用那些用真做的种种的藩 来装严 燃灯就是在佛前供灯 供灯能够表明 佛的智慧的灯 在我们无明的长夜当中点亮 燃灯能够表明 燃灯能开发智慧 第七是散花烧香 以种种的庙花来供养佛 还有烧种种的香 供佛 这七种因形都一股老的 回转向着极乐世界 作为往生彼国的资粮 这样的念佛行人 就在灵命中时 感得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化现其身就不是他的暴身 而是硬化身 虽然是硬化身 仍然还是放自身的光明 具有作佛的三四二相八四水性号 他的表现的向好光明 也跟报佛没有两样 所以我们说法暴化三身 是一体的 由于从法身流出暴身 从暴身显现硬化身 把暴化三身 同一真如体性 不宜佛 那么阿弥陀佛的化身 就于观音世智 于足多的净土圣众 就陷在念佛人面前 这个念佛人 看到阿弥陀佛现前 观音世智慎重围绕 就生起大欢喜之心 马上他的神识 就到了连台上 连台闭合 就随着阿弥陀佛的化佛 谭子间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从年华出来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阿批八字 就能够到阿弥陀佛那去顶礼 感恩 或者在讲堂里面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这时候他所表现的 这种智慧也甚深 神通也现前 但他的程度呢 比上辈往生者 越深一丑 越差一点 好 请看 这里我再说一下 从中辈往生开始 汉武两一 有一段很长的经文 这段经文 包括下辈往生经文 就是谈编地一层问题 我们在康生凯的本子 编地一层是放在最后来谈 但汉武两一放在中辈和下辈往生 他第一传达到 中辈有编地一层 下辈也有编地一层 而且他所谈得很详细 这些很详细的经文 对于我们往生 极乐世界的信心的真上 有莫大的作用 在汉武两一经典当中 就在中辈往生当中谈到 还有一种 就是也修行中辈往生的阴系 特别谈到 灾界清净 一日一夜的念佛 那么这样的做了之后 中途这个念佛人呢 他忽然就后悔了 怀疑了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存在 信心不足 觉得虚无缥缈 乃至于对于 三世英国六道轮回 都信不及 虽然信不及 他就叫展信展不信 这段时间有点信心 过段时间又没有信心 不能相续 又怀疑重重 虽然怀疑重重 他还是一边怀疑一边念 这样就到灵命中时 他得病了 按他的自因自博 他一定要下三个道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慈悲药 就在梦中显现 阿弥陀佛的形象 以及极乐世界的景象 给这个念佛人看 因为阿弥陀佛有梦中 祝佛式的神通妙用 这个梦中一显现 这个念佛人 在梦中看得很清楚 夫人这个信心 马上就升起来了 觉得 还真有这回事 真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真实存在 他就后悔 我当年不后悔 一直念过来都好 他就带着这个后悔 忏悔的心 就继续念 就继续求往生 好 这样阿弥陀佛都摄受他往生 只过是往生 由于他有怀疑 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由他的疑心所变现的 一个两千里范围的一座城 他就进入那个城里面 里面也有其保持八公的水 也是莲花自然化身 身体自然长大 也是只剩用具意念而至 其享乐的状况像道理天人 但是他在这里面 唯一的就是 看不到阿弥陀佛 不能见佛 不能闻法 不能见菩萨彼求生 就是见不到三宝 见不到三宝 他心里就很忧郁 但是他能见到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穿透过去 他透过弥陀光明的铸造加持 他就发现自己 不能见佛的原因 是怀疑 疑根 于是他就自称忏悔自己的 疑根 这一忏悔 忏悔掉了 马上出来 所以这个疑陈最长的时间是待五百年 但是你不一定会得要等五百年 你在很短的时间忏足掉的疑根 也当下就能出来 好 那这段经文 大家仔细去体会一下 这里就是阿弥陀佛无条件救度 令我们往生的有利证明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微神功德不可思议 靠你自己的怀疑和退转和那种 有时候念念有时候不念念 那肯定往生不了的 肯定要自因自果 因为你连世间的轮回 善恶因果你都信不及 于是你因果都信不及 肯定行为上就是很多的恶业 恶业首先一定要下三个道 所以灵命忠实 它就显现着生病 病苦 就是这种情况 阿弥陀佛仍能有能力 令这样的众生往生 只不过是边地 移成而已 但边地移成你去了 它也解决了轮回问题 也最多是五百年滞留 所以我们对往生最早的事情 你只要做到前面的七个阴行 乃至灾界清净 一日一夜能够有念佛的功夫 阿弥陀佛 灵命忠实一定能令我们往生 这是汉五两一这个经文 给我们传达的明确的信息 除了